中华人民共和国 加上桃源就七成了 七成 所以十个国民当中有七个是直辖市的市民 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按照地方制度法 你赞不赞成在总额上面 直辖市的总数上面做一个管控 就是说你如果再增加一个直辖市 可能就超过八成 那直接两个就九成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掌控各数 设立一个门槛 就是说你到一个总额 你就不能再成立新的直辖市了 当然这样子的话会造成一个疑虑 就是说像不在直辖市的这些线 所以有可能说 未来可能就变成第七个直辖市 第八个直辖市都会产生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我们会鼓励这个区域的发展 区域的伙伴关系 这是不可逆的嘛 你成立直辖市之后 不可能再恢复一般线市嘛 不太可能 对 你只会往上增加嘛 所以现状七成啊 我想这可能是破金氏世界纪录 你如果去这个金氏世界纪录 可以用这个做申请的话 台湾的直辖市人口啊 占这个全国人口的比例高达七成 这可能会列入金氏世界纪录啊 所以会造成三种不公平 第一个就是说 直辖市之间的不公平 六个直辖市它有这个条件 或者它的资源上的差异 所以以至于说 市民相关的待遇 不会因为同属直辖市而有所相同 所以变成一种高级直辖市 跟低级直辖市 或者次等直辖市的差别 这是第一种不公平 第二个就是说 直辖市跟一般线市的这个不公平 你六个直辖市跟一般线市差一别 当然在资源上面 在国家的这个财政收拾化工法 在相关的资源的分配上面 当然直辖市占有比较多的优势嘛 连公务员的这个财政都不太一样 可以增加九十九亿 六都增加九十九亿的人士费用 那成立了增加150个机关 这人士大幅大幅的膨胀 也增加国家的财政负担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助长之下是跟一般线市的这个不公平 所以一般线市是个这个县民 或者市民 它的相对波动感就高 另外 这是第二种不公平 第三种不公平就是说 一般线市里面的这个不公平 比如说你在北部 北部这个基隆市 新竹市 它也许在北部 它有比较多的就业机会 它这个经济的发展也比较好 和这种情况之下 它的条件 它的优势会比在南部的一般线市 比方说嘉义县 比方说这个屏东县 会来得更好 所以变成一般线市里面 它也有分这个 这个优等跟次等 所以最弱势的就是 最在南部的一般线市 包括嘉义啦 包括这个嘉义市嘉义县 包括云林 也包括这个屏东县 所以一个国家的国土的规划 跟这个政府的治理 却造成三种这种不公平的现象 所以我觉得这个五都的改制 那时候的地方制度修正 可能是一种 是一场灾难 助长了所谓这个 这个区域区的不公平 或者一般县市跟 直辖市的不公平 所以对于这种不公平的状况 是不是可以这个小声一点 这个同仁是不是可以 来 下面医师人员 麻烦注意一下 所以这种情况之后 会造成说全台湾都是 这个不公平的现象 那针对这种所谓的 不公平的现象 或者乱象也好了 内政部应该会拿出一些做法 来改正 或者导正 或者来降低这个不公平的现象 有没有任何解决的做法 委员指教的 我们都注意到了 其实也非常的担心 当然这件事情也不是说 我今天修了哪一个法 它就会马上变好 你觉得现状的确实际不公平 的确现状 比过去更差 的确存在 不公平的现象比过去更严重 那当然你要拿出具体的做法 你不能说 那任由这种情况继续恶化 我们现在其实 因为这样这种东西 你说真的要改 不是明天就可以改 它有一段很长的期间 所以我们开始在算土地承载力 开始在做全国的规划 开始在把产业 做一个比较 我们叫明智使用 然后最后再来谈说 我们未来 譬如说北北基 云家家 如何让他们变成一个伙伴关系 其实我们有短期目标 中期目标 长期目标 然后里面有营建署的工作 有我们这个 所以有可能说 你如果总数不增加 但是信有之下 是它规模扩大 比方说北北基 比方说北北基 未来成立之后 加入一个基隆 比方说这个高高屏 加入一个屏东 这是可以考量的 总数无变 但是人口数增加 就变成八成 十个台湾人当中有八个市 这个支架市市民 其实就是说 我们可以考量 以一个支架市当做核心 然后把其他的支架市不是 当初你们目标就是如此 但是 这次目标有达成吗 当初说 以区域的这个支架市 带动一般形式发展 现在朝那个方向在规划 好那我想请教 那这个高宏市 现在是带动哪一个 一般形式的发展 高雄市应该是跟屏东 好那这个台南呢 台南它 带动谁 因为两个支架 对嘛 所以台南的功能 你就没有办法订阅清楚了嘛 你就没有办法资源去收了啊 台南市应该负责带动 其他的这个发展 它应该是带动云家啦 云家 那台中呢 台中就负责带动台中跟彰化 中彰 所以所以你们当初站立的目标 成立之下是站立的目标 就不清楚嘛 好 然后就一到时候获悉你 然后或者是这个 一个选举的考量嘛 我们现在有 当然就已经六个成立是40了 我们现在有在朝委员的方向 当然这个其实我也必须 跟大家坦诚的报告 其实它政治上难度很高 然后当然 但是我们先把这个 基本的这个分析 先把它给做出来 所以我们现在 在营建署政策 我觉得你应该修法 把这种情况 做一些的管控 不要在那种 这个不公平 现在继续恶化下去嘛 我看你没有修法的动作啊 这一次这个 这相关的地方制度 版本没有一个是 针对这直较市 做相关的讨论啊 总而限制 条件限制嘛 所以你现在不改 以后它只要再提出来 你就会省 省了大部分 这个 这个 地方给你压力 给你压力之后就过了 全台湾都直较市 它是笑话 所以这部分 我觉得部长 我觉得你是一个专业的 你也很有改革的 这个 这个想法了 我觉得你既然 同意本习所 刚刚所分析的几个 这个不公平地方 你应该拿出具体做法 是 来改正 导致这种不公平的乱象 那另外啊 44条我们今天讨论 你认为吴季明投票 跟这个季明投票 哪一种 投票方式 这个会选的可能性会比较大 这个见仁见智了 以实务上来看了 实务上应该是 应该是吴季明投票 他比较不容易会选 吴季明投票 比较不容易会选 因为季明的话 你等于是亮票 那现在是这个 县市的议长副议长 或者是乡民代表 或者市民代表 政府主席选举 那当然这提案是 第44条里面的规定 希望把这个吴季明投票 把它这个删除 把这个部分 授权给地方自治的机关 地方政府去 制定这相关的选举办法 我觉得这回归地方自治 回归地方自治 代以回归民意 所以宪法里面 第66条也没有规定说 这个所谓的 政府议长选举 或者校民代表主席的选举 这是属于宪法规定的程式 必须有普通平等 直接吴季明的方式 没有嘛 所以这个 这个并没有 宪法中的限制 也没有相关条文说 限制说 这个所谓 除了地方自治的规定之外 有没有其他 位阶更高的法律 有规定说 议长副议长选举 必须采用 这个吴季明投票 那为什么内政部还是那么坚持说 还是要维持吴季明投票比较好 因为我们是很担心说 吴季明投票会变成会选的 会助长会选的 那季明投票就不会成为会选吗 季明投票会造成 等于是直接就亮票了 那 季明投票当然为你的投票负责 没错 对啊 为你的投票负责 这个应该 他的所做的 投票行为里面 当然是 大家可以受公平 所以不会有这种所谓 暗示的交易 或者暗盘的这个情况 这避免这种模糊地带 这不是很好吗 他为你的投票行为负责 这回归到政党政治 政党政治对于这个所谓的党员 民意代表党员一定的居住立 你如果不符合这个政党政治的要求 他可能会除名 所以他的风险 他的成本很大 所以更会助长 更会增加这个所谓的投票的透明度 避免这个买票情况下发生 会准情况下发生 所以应该是要支持才对 我看你没支持 其实我们为了这件事情 我们有问过 大部分的这些地方的议会 他们目前好像是倾向不记名投票 是好像 你们是什么问 口头问还是用简讯去问 我们有 有没有召开公厅会 专家学者的意见 这部分我想我请市长 当然他们是厉害关系人 黄市长 我们有问过 有那个电子有去问过 因为立法院要审议 那我们就问过地方议会的意见 那目前全国的议会除了台南市议会跟高雄市议会 他是支持 计名投票 那其他的议会都比较持保留的态度 保留不见得是反对 反对的态度 大概有七八个议会是明白的表示反对 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 你们应该做更深度的研究 那请学者参加去针对这部分去讨论 我觉得大家有同事提出这个法律修正案 我也觉得认同 这部分我觉得政党政治 台湾已经慢慢地形 慢慢稳定了 这部分他会收到投票行为 会收到他政党政治的这个限制 所以有限制 他就不可能为所欲为 就没有任何买票的空间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长 你应该支持44条的修正案 好 谢谢